九成最差队要求补强中意 被腰刀拒绝 夏琳先桌子不打了 托米一语点破意图 就在刚刚无情铁手军团内部现居大节奏 当训练结束后 九成跟两位团长提出补强 而他的补强要求是想要腰刀队的中意 我们这边中复 就是优势发挥不出来 打后期的话我们中复也没有什么作用 九成他们那边是谁啊 我听一下 节奏有点滚不出来 我先不管来 自己队伍训练他有人管的 我先去探一下敌情 就也就是说你一直想要打野 否则因为否则跟你捆满嘛九成 对对对 也就是说你想要 嗯 也就是说你想要东西 然后编路跟射手最好是强一点 是吧 对对对 对于腰刀是不想放的戴美九成那么直接 随即从战术上非常圆滑的拒绝了九成的请求 这个队伍如果说阻散的话 那你就是我们这里面 我赵怀真服务的阵杀了 心死了 有信心吗 感觉 如果是阿信加云游加中意的话 我感觉我们干小胖那个队也能干的 如果他们 小胖 小胖 只要能有生意也没有什么 感觉他们干不过 要这种自信 就行 好吧 先些计划 这一步的话 大家的话 就是中意家妖刀啊 不知道为什么 这队伍不是喜欢更强的 最近的话这两天 再见那个洛城打 我们两个打野吗 中意不在吗 这个东西的话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 说实话 对 这就像同学在搞节目教会呀 比较难办 要刀 也 没事 你就说你 你的想法就行 你觉得 你说实话 你觉得谁玩的不明白 觉得谁玩不明白 要刀肯定说的玩的都挺好的 他不会得罪人 要刀性也是很好 你怕被带节奏 我这个不怕带节奏的 这个的话 玩不明白很正常吧 全是刀在 我不是 我在想 我在想的话 不是中意的话 要换了嘛 然后我在想 就是说 换中意的话 我这边 该咋搞 知道是 因为的话 我这边 剩个九天狐加宣言 那不可 那然后九天狐的话 又去打野 然后加宣言 但是的话 但是我估计 虎哥是应该是不会玩大师命 夏小敦 这些 阿古董 打野我觉得可以让 九天狐跟那个轻易 可以两个竞争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打野 实质的话 两个对他都打野 只有一个 跟一个 跟一个轻易 或者九天狐 如果 九天狐 清拳一个 我走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打野的话 如果说中意 一边拿走的话 我还让我 这两个了 感觉不能换九天狐打野 如果你换九天狐打野 对抗路就又少一个 这样的话 其实 对 其实就是野边互换 完了 野边互换 那不是 对 就是因为你的打野是 职业 我的编路是职业 你的编路是主播 我的打野是主播 那我这两条编谁打野 不是 你那边 换了我这边的编野 我这边换了你那边的编野 就是 就是 对对对 肯定不能当换呀 对 因为最早 最早那个时候 成团前我 跟桑杰九泽也是这么聊的嘛 我这边肯定是想要终于辅了 双边在 要到强势点 曹司令现在指挥呢 你那边打野是谁啊 我那边打野是轻易 挺好 轻易 而后九泽和桑杰为了让大家都满意 开始询问 每个队长的需求 妖刀队暂时没太大需求 毕竟就算自己想要 也是建立在削弱其他队的实力上 夏林队的问题是 刘苏刚转辅助表现太差 时间紧迫基本练不出来 彭彭队刚跟九成队打了两把训练赛全胜 队内配合不错 暂时看不出来 反而九成队是吴秦田手团最弱队伍 所以九成想要妖刀队的忠意 这样理论上不仅团内最强 外面也不会太差 于是在大家辩论了一小时后 九折出主意让四个队伍互相比拼 最强者获得需求权随便挑人 然而这个想法由于时间过长 加之很多选手没有时间最后放弃 随后桑姐表达自己的想法 目前要到队是最OK的 所以更要做强而非因各种理由拆解 忠意不在那个队的话会比较难打嘛 就是这样的嘛 会说说说说说很难打基本上 都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九成你这个队伍的话 如果说你有阿信跟云友 我觉得你的队伍如果说打野的话 其实没那么强 我觉得不是九成吧 每个队最强的点拿回去吗 你队上的如果是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的双边要不要无所谓 主要是打野这个位置 就是打野这个位置说就是 我懂了九成就是要要中益直说就行了 不要吵这叶子 你看最后一把你就看出来 这么难受吗 他就是要中益 明明白的说 因为因为我们九库肯定是走 这个版本就是走KPL的节奏的走 但是他是肯定跟不上这个节奏的 而且他在这个节奏里面 他自己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他吃了资源之后他是没有用的 那如果说是这种打法的话 那我肯定就只能是 就等于说我们这个队得去打颠峰赛的节奏 要去打颠峰赛的节奏的话 那你像九库和我其实就等于是废掉了 我说实话 我今天可能不一定能决出两个 但我觉得 我说说看了这三天的直播下场 因为不是彭彭队我没看吗 我说说我个人感觉的话 我觉得腰刀队是最OK的 我说实话 最OK 就我看下了 三杰说了聚人话 对 说聚人话 怎么可能猜最起来的 三个小五下来 可没等九成不同意九折就做出了反驳 九成也当着所有人们开团打野轻易 托米都听不下去了 我主要是我今天下午看了一下 然后今天下午看了一下 我都没看到有赢了的 我看到全数了 我九折都不同意 我今天打的是哪对我 主要是我这边有短板 就是你如果是说打野是苏妍这种也能用啊 苏妍这种 苏妍先这么拉吗 你给短板就打不了啊 苏妍这种也能用 哦就轻易用不了 到打 就是 承担之前我觉得就是反正 苏妍也能用 不是没参加吗 因为都要直播吧 我突然间提了个苏妍 他提了个苏妍 怎么意思啊 轻易不能用啊 我说说你没有开发他 我没那个能力 你有这个能力 我说的就是 我这边选人要的人也是这个想法嘛 我要一个辅助 要一个打野嘛 我没这个能力 我没开发出轻易的极限量 要么要金鱼 要么要 一个 工艺嘛 你可以的 九成 我说的最优解的是酒库嘛 酒库被抢的话 就只能 选别的职业服嘛 这是 我们承担前 就沟通好的 这是我的需求嘛 我觉得我们最早 约定好的这个东西 你肯定是得给我试一下的 完了 米哥 射数还低 什么情况 就是我说了 如果我们打野是苏妍这种级别的 能带着打 但是轻易这种 就这种级别的 确实就是 什么意思 可能是被带着打吗 有什么时间了 九成都都在圈子里混着 找他那样去 不是不是说 两个能打队 我的天哪 在脱迷眼里 这些都是无情铁手团在搞节目效果 但让人万万没想到 九成又开始帮邀刀队伍安排人选 将夏琳队中的阿信铃铛和云游全部分配出去 只为拿到中意 而这也导致夏琳彻底红温掀桌子 强压情绪献击自己的队伍 夏琳队他要的是一个辅罪啊 我们先做一个队 然后剩下再分配 那杰哥我有个问题啊杰哥 我夏琳 如果这样分配的话 那就相当于就是 我们这个队就相当于就是不用打了呀 你现在不走三个人 我操! UB夏琳! 干嘛! 你如果是把轻易放在我这的话 我这个队 我私下也说了嘛 轻易放在我这队 我这队肯定就不打了嘛 因为有挑杯嘛 我就去打挑杯 包括教练也是从那边拖过来的 因为轻易这边确实 没有办法理解 他自己也说了 他打野就2000分的实力 比他射手还低200分 并且在九折提出不打不行 还有积分的规则时 夏琳表示可以帮忙走个过场 也得到了桑杰的赞同 最终扑敏一语点破了无情铁手的整个意图 为了拿冠军兴气掉了三个主播第二天 你让米哥给你总结一下 米哥从头踢到尾 搞了四个队伍 然后再搞播 节目效果然后没收住 最后让人家夏琳自己站出来说 我不打了 然后顺势桑杰接过 接过了以后 直接献祭两个纯职业选手 加三个主播 然后补强其他三个队伍 直接把夏琳弄掉了 下午两点钟左右 牛逼 这不邪教吗 邪教 四个队变三个队 一个队 直接血迹两个职业 直接献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